真的很好吃的 我觉得 因为我担心它夹到我嘛 我以前 我不是跟你们说过我烧龙虾比较拿手吗 我跟你们说过吧 味道真的可以的 就说啦 它有点散了 我下次不揪它了 它是什么 我先用干辣椒给它泡发 泡发完了之后呢 我们小火放葱 姜 洋葱 那个什么葱头 花椒 干辣椒 豆瓣酱 用小火给它煸炒 把红油煸炒出来之后呢 然后把我们 用油炸过的龙虾放下去 炒一下 稍微煸炒个十秒钟左右 然后呢 我们就放啤酒 对不对 放啤酒大火烧开 然后再调味料 调味调味 调味调味之后呢 我们可以放一点点冰糖 冰糖 胡椒粉 生抽 蚝油 老抽 你在炒这个龙虾的时候 可以放一点点白酒进去 可以杀菌嘛 对不对 可以可以 然后给它焖的话 大概就是大火烧开 焖个 焖个八分钟到十分钟左右 然后放在小火里面 让它 直接把火关掉也行 让它在里面 泡个十分钟左右 再大火收一下汁 大火收一下汁 它这个汤汁出来是浓稠的 这个龙虾出来的味道才会好 像有些人烧龙虾 你看 啤酒一倒下去之后 马上就 煮个五分钟 就下来 汤汁都没有收浓 用酒泡啊 对啊 稍微来一点点白酒 再用水泡它的时候 来一点点白酒 可以杀一下菌 可以让它 滋滋下来 那味道可香 我里面放火锅底料 我只放了一点点豆瓣 所以我来了一点点香叶 来了一点点八角 因为八角跟香 放到小火里面慢慢炸的时候呢 就是炒那个姜蒜 跟花椒的时候哈 姜蒜花椒八角香叶 豆瓣 然后还有这个葱头 这个葱头 葱头的话是那种 是已经炒化掉了哈 如果说你店里面为了好看的话 它会把这些调料全都给它 全都给它沥出来 它就不会有这么多的东西 味道真的可以的 但是它被我给炒散了 知道吗 你看 它这样泡一点汤汁吃 今天汤汁还收的不是比的浓 叔啊 你终于来了 等你过个真爱 我也就下了 今天许凤年还没烂 清蒸也不错 清蒸 清蒸完了之后放到那个做冰镇吧 做冰镇也好吃 你喜欢吃冰镇吗 我喜欢吃冰镇 冰镇也好吃 特别鲜甜 它是这种 这是这种麻麻辣辣的 带一点点微甜口的 我里面还放了两个八角 因为我没有放 任何的火锅底料啊 13香啊 我都没有放 这个菜它主要就是 就是什么呢 就是汤汁要浓 不要清汤刮水的 清汤刮水之后 你这个龙虾它就不入味 然后里面还有黄瓜 垫了一点点黄瓜 喜欢吃热的啊 那不要冰镇了 冰镇就是比较鲜比较嫩 嗯 宝宝这个汤我收的比较浓一点 看没 我这个 没有收那么久 你没想要好看一点咯 就把这些调料 全部给它沥掉咯 这些洋葱 煮完了之后 全都给它沥掉 但是我自己嘛 无所谓啊 然后这个卤椒特别香 福建的卤椒 一点一点都不辣 你看那个小咚咚咚 比较香 湖北油焖一下 这一家炒嘛 就没有那么浪费啊 你看我弄到桌子上 到处都是 这一家炒就没有那么浪费 我基本上都是 放 不要放很多的油 放很多的油的话 总觉得很浪费 放锅锅盖给它焖一下 倒一点点白酒去给它焖一下 然后它就很香 然后白酒就可以杀菌 对吧 饭店里面煮的话 它应该是先把那个龙虾 放到油锅里面炸一下 对吧 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油啊 好浪费哦 这么多龙虾好多油哦 所以我基本上就是放进去 爆炒一下 煎一下 用油锅里面给它煎一下 煎完了之后 然后再放下去炒 把它香味给它煎出来 还放一点点白酒 欢迎听风雨 欢迎大家 我明天再炒一下 今天就是有点闪 这个里面的肉就不散 因为后面的尾巴被我揪掉太多了 你看 你看这个尾巴被我揪掉了这么多 因为它当时这个龙虾很活 你知道吗 我总感觉它要咬我 我就逮着它就觉悟下来了 哈哈哈哈 叔你下班了没有啊 叔啊今天晚上要加班吗 草草在播吗 下播了没有啊 他在播哎 在播哎 你刚刚去 你刚刚去那里了吗 那里了吗 咱们说 咱们说 带不来 我还在播 大家有点 我发现 说 他们现在